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算命先生说继妹是福星 而我是灾星 从那时候开始 生父和继母默认家里的好运 都是妹妹带来的 我刚闭上眼睛 就被继母一盆凉水浇醒 现在正值冬季 我冷得打仗 继母却依旧不肯放过我 把我从床上拉下来 你妹妹掉到河里 现在还在医院发高烧 你居然能睡得着 大师说得果然没错 你就是一个灾星 你现在能害你妹妹 以后就会把全家都害死 说完 继母直接在我肚子踹了一脚 将我踢飞 明明我已经在医院照顾妹妹一天一夜了 明明妹妹是因为贪玩才失足掉到水里的 我当时根本不在那里 可是继母依然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怪在我头上 只因为在几年前 一个算命先生说我是灾星 而妹妹是福星 我捂着肚子站不起来 爸爸只是站在一旁抽烟 冷漠看着这一切 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 就算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在继母虐待我的时候 她也从未心疼 继母不解气 继续对我拳打脚踢 我只能护着头 把自己蜷缩起来 住手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抬眼看到是舅舅 她将我抱在怀里 眼里满是心疼 姐夫 安安可是我姐唯一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让人这么对待她 继母一脸不屑 不就是一个扫把星 你们喜欢就带走啊 反正我今天是一定要把她赶走的 免得她客死我的月月 毕竟月月是我们家的福星 爸爸终于开口 你姐姐死了 我们也得生活吧 总不能要我为你姐姐一辈子不娶 你觉得我们委屈她了 就把她带走 这样的扫把星女儿 不要也罢 没了娘 就是没了爹 这个道理 从爸爸娶了继母开始我就明白了 好 你们不要安安 我要 从今天开始 安安就是我家的孩子 舅舅讲完这句话 便抱着我离开了 背后传来继母的吃笑声 一个独眼龙和一个扫把星可真配 小心一点 到时候被咳死了 可不关我们家的事 舅舅的眼睛是在工地里工作时受伤的 因为伤了眼角膜 现在只有一只眼睛看到的 我害怕舅舅被继母影响 紧张地拉了拉舅舅的衣服 舅舅 我不是扫把星 舅舅安慰地摸了摸我的脑袋 舅舅知道 我们安安这么可爱 怎么可能是扫把星呢 听到这话 我才安心下来 回到舅舅家 舅妈听到我的遭遇 心疼地从舅舅怀里抱过我 可怜的安安 怎么会这样 别担心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跟我们一起生活好吗 舅妈笑得很温柔 让我想起了妈妈 我眼眶微红 用力点头 吃饭的时候 舅舅把肉都加到我碗里 舅舅家没有你爸爸家条件好 吃得也比不上 安安跟着我们要受委屈了 我把肉分成三份 加到舅舅 舅妈碗里 这样已经很好了 能够和舅舅舅妈 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日子 其实在生父那里 虽然每顿都有很多肉 可是都是王岳的 和我没有多大关系 我每天不是吃隔夜的剩菜就是吃白粥 已经很多没吃过新鲜的肉了 舅舅见我懂事 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深深叹气 舅妈则安慰舅舅 没事 这次没借到钱 我们再想想办法 没错 现在有了安安 我更要努力 给安安创造一个好环境 在舅舅 舅妈的对话中 我知道 原来舅舅去我家 是为了跟生父借钱 舅舅的老板老了 不想干工地的生意 见舅舅老时 想让舅舅来做包工头 可是需要十万的资金 舅舅家里现在只有两万 本来他想去找生父借钱 却刚好见到我被虐待 为了我 算是彻底和生父闹翻了 吃完饭 舅舅又出去借钱了 没过多久 舅舅又垂头丧气地回来 我拉住舅舅的手 舅舅 我们去买彩票吧 我听说彩票一等奖有十万元 上次见到同学的妈妈中了好几千呢 傻孩子 那可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才能中的 舅妈刚说完 舅舅忽然开口 反正也要不了几块钱 我们去试试 没准老天爷会帮我们呢 就这样 舅舅拉着舅妈和我 一起来到彩票站买了三张彩票 前面两张是舅舅和舅妈刮的 都没中 最后一张在我手上 舅舅安慰我道 安安别怕 就算不中也不要紧 我刮到最后 舅舅忽然惊呼 中了 中了 一等奖 十万元 舅妈拿着彩票不敢置信 连彩票站的老板 也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 舅舅抱着我在空中旋转 随后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安安真是我们的小福星 一来就帮舅舅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我第一次被大家重视 心里充满了惊喜和开心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福星 一年前 我只有十岁 继母带着我和王岳外出 却故意把我丢在外面 我害怕地直哭 在路上找不到回家的路 后来是一个老爷爷把我带回了家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未见过这个老爷爷 可是看到他 就会莫名安心 我不知道老爷爷 为什么会知道我家在哪里 路上 老爷爷告诉我 我是天降福星 可以把好运带给身边的人 但是这件事不可以告诉其他人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要不然我和身边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一开始我不信 可是后来我每次许愿的事情都能成真 生父的电器生意遇到困难 我许愿生父生意能够渡过难关 变得更好 很快 生父的生意变得红火起来 开了分店 成为县里有名的富户 继母走路摔断腿 对我更加凶了 我就许愿希望继母的腿能尽快好起来 第二天 继母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可是继母依然把这些坏事怪在我头上 把渡过难关 狡辩好的功劳给了王月 在继母的影响下 生父也渐渐相信我就是灾星 只要我在 就会给家里带来灾难 现在来到舅舅家 我体会到了许久没感受到的亲情 我下定决心 要好好努力 让舅舅和舅妈过得更好 有了这十万块 舅舅成功做了包工头 虽然依旧每天要去工地 却轻松很多 我也经常会助舅舅工作顺利 财员滚滚 像是为了印证我说的话 舅舅赚的钱更多了 舅妈辞去了辛苦的工作 专心在家里收拾家务 成为舅舅坚实的后盾 寒假很快结束 这期间 在继母的催促下 我把户口转到了舅舅家 按照继母的话说就是 我这个灾星 名字在他们户口上 也会给他们带来霉运的 我让舅舅帮我改了姓 我要和妈妈姓 从此 我不再是张安安 而是叶安安 开学的时候 我看到了许久未见的王月 王月出生的时候 爸爸就死了 所以 他是跟着继母姓的 一看到我 王月脸上立刻浮现嘲讽的笑容 这不是被自己亲生父亲赶走的灾星吗? 我要是你 现在都不好意思来上学 其他同学听得迷迷糊糊 王月就把我被家里赶出来的事情 大肆宣扬了一番 现在 他就和他那没钱的舅舅和舅妈住在一起 连户口都改了 我之前不就跟你们说过 算命大师说我是福星 他是灾星 你们还不信? 现在信了吧? 我现在可是张家唯一的女儿了 同学们连连点头 毕竟生父现在很有钱 没有人敢惹王月 大家都开始巴结他 就连平时和我要好的朋友 见到我也偷偷后退了几步 似乎真的信了王月的话 害怕我这个灾星传染霉运给他们 王月享受着被众星捧月的感觉 他似乎忘了 以前他也是被所有人嘲笑没有爸爸的人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坐回我的位置 老师来了 同学们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不敢说话了 我开始认真学习 舅舅说了 希望我能好好读书 以前他和妈妈都没有条件 希望我能珍惜机会 只要我考得上 多久他都供我读 所以我一定不能让舅舅和妈妈失望 来到舅舅家后 我的学习效率快了很多 以前 继母总是变着法不让我学习 回到家里就让我做各种家务 根本没时间做作业 而王月却可以请家教一对衣服导 继母还经常让我逃课去店里帮忙 导致我拉下了很多课程 可是即使是这样 我的成绩依然和王月差不多 一直徘徊在班级的中游 现在在舅舅家 舅妈从来不让我干活 说我只要专心学习就行了 我们现在是四年级 我很快就把之前拉下的课程补回来了 每次王月和其他同学在玩乐享受的时候 我都在努力读书 我第一次感受到可以专心学习的快乐 我的脑子就像海绵一样 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舅舅的生意越做越好 还成立了建筑工作室 花钱买了一辆二手车 开车回家的第一天 舅舅就带我和舅妈出去兜风了 同学的话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灾星 被亲生父亲赶了出来 一次放学回家 几个婶子看到我就不停地嘲笑 我本来想假装听不到 可是他们越说越起劲 反正你舅妈也是一个下不了蛋的母鸡 他们把你这个灾星接回去正好 不用祸害别人了 他们刚说完 我就拿起地上的石头砸到他们身上 几人吃痛地叫了一声 我觉得不够 又捡了好几块石头砸过去 怎么说我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说我舅妈 他们忍不了 要来抓我 我立刻往家里跑 回到家就马上把门关了起来 他们也没有善罢甘休 直接在家门口叫骂 对上舅妈疑惑的目光 我眼神带着心虚 知道事情的经过后 舅妈把门打开 自己去和那些人理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舅妈大声理论的样子 以前舅妈在我印象里都是温柔的模样 舅妈家里以前很有钱 也读到了高中 眼看就要上大学了 可是家里突然破产 她只能辍学打工 帮家里还债 舅妈的身子 也是在打工的时候拉下的病根 大夫说很难有孩子 把那些人赶走后 舅妈将我抱在怀里 谁说我没有孩子的 安安就是我的孩子 还很孝顺 知道帮舅妈出气了 我也回报住舅妈 舅妈 你不用担心 你和舅舅老了 有我 我给你们养老 舅妈喜极而泣 点点头 舅舅知道事情后 也狠狠夸奖我 说下次还有这样的事 带上他一起砸 看他们还敢不敢乱说话 我发现舅舅今天特别高兴 似乎有很大的喜事 舅妈也发现了 问了好几次 舅舅才开口 原来是有一个大企业的老板 来我们县里考察 还说要选一个公司进行投资 现在选了两个 舅舅的建筑工作室就在其中 如果能拿到这笔投资 舅舅的生意就可以进一步扩大 走上正轨了 说到这 舅舅都忍不住上扬的嘴角 不过他也不知道第二个公司是哪一个 本来是想等真正成功之后再告诉我们的 他不想让我们失望 舅舅 你一定会成功拿下这笔投资的 舅舅高兴地揉揉我的小脸蛋 有我们小福星这句话 舅舅感觉更有信心了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第二天 我跟往常一样去上学 路上却看到一个老奶奶躺在地上 街上人来人往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她 老奶奶似乎生病了 身体在地上不停地颤抖 我来不及思考 立刻上前扶起老奶奶 奶奶 你没事吧 老奶奶告诉我她口袋里有药 我立刻跑去附近的小卖铺买了一瓶水 拿出老奶奶的药给她吃 还让小卖铺的老板帮我们拨打了120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我跟着一起来到医院 奶奶把手机交给我 小妹妹 这里面有我儿子的电话 你帮我叫她过来吧 说完 奶奶就昏迷了 我立刻拨打了奶奶儿子的电话 把医院的地址告诉她 经过一番抢救后 医生告诉我奶奶已经脱离危险 没什么事了 只是暂时还不能醒过来 我松了口气 想起自己上学已经迟到了 只能把手机交给护士 自己跑回学校 回到学校 老师已经在上课 让我到外面罚站 下课的时候 免不了被薛月他们嘲笑一番 可是我并不后悔 心里依然在担心着老奶奶的病情 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周末的时候 之前舅舅说的大企业老板 约了舅舅和另一家公司的老板 一起在酒店详谈 舅舅带着我和舅妈一起去了 来到约定地点 我们才知道另一家公司 居然是生父的公司 见到我们 生父和继母眼里带着惊讶 看来他们也不知道 我们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没一会儿 继母就冷笑一声 早知道是你们 我们就不用准备那么多了 毕竟有眼睛的人 都知道谁才是值得投资的公司 王月也在一边附和 眼里满是对我们的不屑 生父则在一边劝舅舅早点回去 别等一下丢人现眼 如果论实例 舅舅的工作是刚起步 确实不如生父的公司 但我也知道 生父会这么努力争取这份投资 一定是因为公司资金出了问题 我有预感 这次我们不会输 毕竟如果真的只看实例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去找城里的公司合作 不需要那么远来找我们 感觉到舅舅、舅妈有些怀疑自己 我上前牵住他们的手 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笑容 似乎是被我的笑容感染 舅舅和舅妈神情放松了很多 大门打开 里面走出来几个人 其中一个熟悉的老人家 坐着轮椅被人推出来 我瞪大了双眼 奶奶 是你呀 小妹妹 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上次你救了我就走 我还在想怎么才能找到你 当面感谢呢 推着奶奶的中年男子 也是一脸惊喜地看着我 原来你就是前几天 救了我妈的小姑娘啊 真的太感谢了 经过一番交谈 我知道了原来奶奶的儿子 就是这次投资企业的老板 奶奶是在这里长大的 为了回馈家乡 才让自己的儿子回来修路 捐钱 并帮助其他有能力的企业变得更好 几天前 她本来想自己一个人在家乡散步 回忆一下童年 却不小心犯了老毛病 医生说还好 及时吃药就医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说完这些 奶奶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继母最先反应过来 立刻开口 原来这要巧 我们家安安居然是老夫人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这次投资 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奶奶疑惑地看着继母 指了指舅舅 舅妈的方向 你们是安安的家人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安安 是在这家人身边的 那两人只是她的舅舅、舅妈 我老公可是安安的亲生父亲 说完 继母用手肘撞了撞生父 生父立刻对我展开亲切的笑容 蹲下来张开手臂 安安 过来爸爸这里 我往后躲了躲 跑到舅舅、舅妈身边 舅舅、舅妈立刻把我护在身后 你这个小白眼狼 才在你舅舅家里几天 就忘了你生父和我对你的好了吗? 就是就是 姐姐 你忘记我们一起玩的日子了吗? 王月想过来拉我 被我一把甩掉 我姓叶 不姓张 我叫叶安安 我说得大声 生父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奶奶虽然有些糊涂 但也大概知道我们的关系 她对我招招手 把我叫到跟前 安安 那你想奶奶的儿子投资给谁呢? 你救了奶奶的命 我们这次都听你的 我转头看向舅父舅母 他们只是对我笑笑 告诉我怎么选都可以 继母则在一边催促 这还用说吗? 这可是你的亲爸 哪有闺女不帮爸的 难道还能胳膊肘往外拐? 奶奶!你投资给我舅舅吧!她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奶奶拍了拍我的手 死丫头!你说什么呢? 生父再也忍不了 上前要来抓我 舅舅立刻把人拦住 奶奶的保镖也都上前把生父控制住 你这个灾星 大师果然没说错 你生下来就是来害全家的 害了你妹妹还不够 现在又来害我 生父想要挣脱保镖的束缚 无奈奶奶的保镖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她根本动弹不得 舅舅听不下去 上去给了生父一拳 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哪有父亲会这样说自己的女儿? 安安从来都不是灾星 她是我们家的福星 正是因为我们养了安安 事业才蒸蒸日上的 你自己看看 没了安安 你的生意变成什么样子了? 舅舅的话让生父愣在原地 连反击也忘了 奶奶请我们一家进去屋里 讨论投资的事情 剩余其他三人孤零零的 坐在酒店的地上 继母还在跟生父抱怨 我就说她是灾星吧 好好地投资 就这样被她搅黄了 你还是她亲爸呢 养了她这么多年 她也不知道感恩 真是一只白眼狼 签完投资合约后 我们回到家 舅舅激动地在家门口跑了好几圈 我和舅妈也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 舅舅又过来紧紧抱住我和舅妈 我知道 舅舅为了得到这一切 有多么不容易 她因为眼睛的事情 一直被村里的人嘲笑 有了这笔投资 她就可以租办公室 开自己的公司 自己做老板了 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看不起 安安 你今天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 你想要什么 跟舅舅说 舅舅一定全部满足你 我想了想到 我想要吃大餐 好 那我们今晚就一起去吃大餐 当晚 舅舅开车带我和舅妈 去了城里的高档餐厅 我们吃了龙虾和帝王蟹 这些东西 以前我都是看着王月吃 继母从来不让我吃 现在我终于也可以 不看任何人脸色吃东西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我的成绩上升得飞快 好几次老师都在班里表扬我 因为我和王月的关系 很多人会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比较 已经有人在悄悄说 都是因为王月的妈妈以前总是虐待我 我的成绩才会这么差 现在我终于脱离苦海 成绩自然变好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王月自然听不得这些 所以他在外面大放厥词 说他这次一定会考得比我好 来证明我这些日子的提升根本不值一提 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倒也没有反驳他 考完是当天 王月故意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 叶安安 我告诉你 你这次输定了 我直接忽视他 我做这些事请从来都不是为了和他比 我只为我自己还有爱我的人努力 后面成绩出来了 当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王月 是年纪第十四名时 大家都惊呆了 没想到王月这么短时间就可以进步这么快 王月得意洋洋地上台领取试卷 期间还不屑地瞥了我一眼 大家都以为王月这次赢定了 毕竟我之前最好的成绩也只到年纪第十五名 我依旧神色淡定地坐着 班主任继续说道 这次 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的成绩进步非常大 那就是叶安安同学 考了年纪第一 我希望大家都能向他学习 这次的惊讶更加震动 所有人甚至都忘了鼓掌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能够考年纪第一 而我看到试卷时 还是忍不住勾唇笑了 我想着 舅舅 舅妈看到这个成绩单 一定会很高兴 我眼角瞥见王月正恶狠狠地盯着我 桌上的试卷已经被他揉成了一团 回到家里 舅舅 舅妈知道我考了年纪第一 高兴得不行 舅舅还把我带到了妈妈墓前 让我把这个消息亲口告诉妈妈 第二天上学 我在厕所被王月和几个同学围住了 王月把我困在角落里 夜暗暗 你怎么可能考第一 比以前明明和我差不多 你是不是作弊了 我镇定自若地回道 没有 我不信 你肯定作弊了 我妈妈说了 你们家就没有聪明人的基因 你跟你那个瞎眼的舅舅一样 他就是瞎了才会把你接走 你这个扫把星 王月还没说完 我就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我可以忍受他说我 可是我不能忍受他说我舅舅 我们两个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王月的几个朋友见到我们打架 也立刻凑了过来 他们人多 但依然没有在我这里讨到便宜 老师很快赶来了 把我们分开 一起叫到了教导处 舅舅 舅妈 和生父 继母 几乎是同时赶来的 看到我脸上的伤食 舅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 疼不疼 我笑着摇头 继母则在一边拉着教导主任要说法 主任 你看我们家月月被打成什么样子了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要不然 我一定没完 我家月月这次可是考了年纪第十四名 生父也在一边跟着附和 一幅要为王月撑腰的样子 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安抚着继母 让他冷静一点 冷静? 你们要我怎么冷静? 我女儿都被打了 你们要知道 我女儿现在的成绩 可是有望冲击重点初衷的 如果她脑袋被打坏了怎么办? 我不管 你们一定要把叶安安开除 要不然就我们走 以我女儿现在这个成绩 可是很多学校抢着要的 继母说完 一幅圣券在握的模样 似乎料定了学校会开除我 这时候 班主任有些尴尬说道 可是 叶安安是我们这次的年级第一 什么? 生父不敢相信 继母指着我的手指颤抖 她能考第一名 随后看向王岳 王岳不情不愿地点点头 继母立刻调转画头 第一名又怎么样? 成绩好就可以欺负同学吗? 这可是霸凌 我相信学校培养学生 一定也不会只看重成绩的吧 教导主任点点头 确实是 我们更注重薛沈的全方面发展 可是很多在女厕所的同学都表示 是王岳同学带了几个人 去找叶安安同学的麻烦 如果要说霸凌 王岳同学才是施暴者 继母尴尬地看向生父 希望她说几句话 生父则是一脸为难 教导主任继续道 而且 我们昨天下午接到举报 王岳同学在本次考试中存在作弊 今天早上 我们查看了相关监控 发现确实如此 过几天 我们会出具相关的公告 说明这个情况 刚才王岳妈妈说要让王岳同学转学 我觉得非常好 毕竟 作弊和霸凌同学这两项 我们学校已经决定 予以王岳同学开除处理 继母立刻软了态度 和教导主任说好话 教导主任态度坚决 没有理会继母的讨好 转身走了 继母用力踢了王岳一脚 做也不做得干净点 怎么就被抓到了 现在好了吧 随后就去追教导主任了 生父看了我一眼 也跟着出去了 回到家里 舅舅问我为什么要打架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 傻孩子 舅舅的眼睛早就习惯了 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的 可是 我不想让别人这么说舅舅啊 我希望舅舅的眼睛可以好起来 面对我认真的神情 舅舅忍不住笑了 好好好 没准我们小福星嘴巴开了光 被你这么一说 我的眼睛就真的很快会好起来 没想到过了几天 医院就打来电话 说是医院有人去世 死者的家人愿意捐献眼角膜 正好轮到舅舅 舅舅兴奋地整晚没睡 他知道是我的功劳 哭着感谢我 原来 舅舅只是表面看起来不在意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眼睛 能够好起来 很快 舅舅就去医院做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舅舅的眼睛终于看见了 他也变得更加自信 王月因为作弊和霸凌的事情 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 继母找了很多其他的学校 都不愿意接纳他 最后只能花大价钱把他送进了私立小学 我听舅舅说 生父的公司资金出了大问题 现在已经把住的房子卖了 搬到老宅去了 继母和王月搬进去后一直闲东闲西 但是没办法 只能住了下来 生父曾来找过舅舅借钱 可是舅舅没有借他 我依旧努力读书 也很少再见到生父和继母他们 小学毕业后 我已献理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市里最好的初衷 舅舅激动坏了 表示一定要给我办一个体面的升学宴 我知道舅舅是想狠狠打那些 说我是灾心人的脸 当天 舅舅还请了生父和继母 王月看到一桌子的菜色 眼睛都发光了 可以看出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宴会到达最高潮时 舅舅当众表示 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去城市孤单 我们一家人决定一起搬去市里生活 下台的时候 舅舅告诉我 我早就是这样决定的了 之前一直没有换房子 就是想等你毕业 看你考上哪个初衷 我们就买哪个地方的房子 舅舅 舅妈会一直陪着你 我心里感动极了 眼眶也湿润了 继母却在这个时候说话 不就是一个女孩子 至于这么重视吗 要我说 女孩子就随便在县里 找个初衷上不就好了 用得着去市里读吗 我知道他这么说的原因 因为王月就只考到了县里的普通中学 见我们不理他 继母又继续道 安安 要我说你就应该让你舅舅 把买房子的钱借给你爸爸 你看你爸爸现在生意那么难 都快吃不起饭了 你一个人去城里享福 这合适吗 你良心过意地去吗 见继母不依不饶 我忍不住开口 我没有爸爸 我只有舅舅和舅妈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爸爸就活生生坐在这里 你居然说自己没有爸爸 你是在咒你爸爸死吗 大家都来看看 有这么心狠的女儿吗 周围的人也听不下去了 得了吧 你们之前怎么对安安的 真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安安在你们家都被虐待成什么样子了 对呀 现在跟着舅舅 舅妈生活 瞧瞧多水灵 我刚才差点认不出来 你说女娃读书没用 那你之前还给你闺女 报那么多补习班干什么 不就是你闺女考不上 你也见不得安安好吗 面对一堆人的发难 继母正打算和大家吵 生父看不下去了 带着王月和继母走了 确定开学日期之后 舅舅和舅妈就在考虑买多大的房子 舅舅想着把现在住的老宅卖掉 可以买一个大平层 毕竟现在公司的业务都在市里 他们以后没什么事应该也不会回来 舅舅还打算租一个 更好的写字楼当办公室 买老宅的提议得到了舅妈的支持 可是我却反对 坚决不让舅舅卖掉老房子 舅舅问我为什么 我也答不出来 只认为老房子一定不能卖掉 最后舅舅、舅妈拗不过我 只能在我学校附近 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普通房子 等到我们全家搬进城里的第二个月 舅舅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老家拆迁了 舅舅、舅妈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就这样 我们家的经济更上一层楼了 舅舅卖掉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我们一家人住进了大别墅 生意也更进一步扩大了 舅舅脸上每天都是喜气洋洋的 见到的人都跟他打招呼 亲戚朋友们接连不断地来我家道喜 只是话里话外都在惋惜舅妈 没有自己的孩子 舅妈听完只是无所谓地笑了笑 这种东西随缘吧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安安了 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很满足了 我想 舅妈应该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孩子的 虽然我也想要舅舅 舅妈只爱我一个人 可是我知道自己不可以这么自私 当晚 我就对着月亮许愿 希望舅舅和舅妈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过了一个月 舅妈就怀孕了 舅舅高兴地抱着舅妈转了好几个圈 我也跟着高兴 却不怎么敢上前 舅妈注意到了在旁边有些局促的我 向我招了招手 安安 过来 我慢慢走过去 舅妈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肚子上 这里是你的妹妹或者弟弟哦 我心里有了一丝怪异的感觉 轻轻地摸了摸 舅妈将我抱在怀里 安安 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福气带给我的 无论我有没有孩子 你都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舅妈对你的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舅舅也摸着我的脑袋道 舅舅也一样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以后要是生了个弟弟 就和我一起保护妈妈和姐姐 舅妈总是能第一时间 看出我的慌乱和紧张 却也能每次都以最温柔的方式 抚平我的不安 我将头埋在舅妈怀里 轻轻恩了一声 初中上学后 我的成绩越来越好 三年后 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舅舅现在已经成了身价千万的老板了 他的建筑公司做得越来越好 已经在市里打响了名号 放暑假的时候 我正在家里陪弟弟玩玩具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我便跑出去开门 门外只放着一个担架 上面躺着的人居然是生父 他已经昏迷了 躺在担架上 脸色苍白 整个人没有半点生气 应该是被人放到我家门口的 舅舅和舅妈听到动静 立刻从楼下跑下来 看到这个场景 我们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舅舅叹了口气 打电话让司机过来 把生父送去了医院 医生说 生父没有生命危险 住院安心治疗就可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和舅舅 舅妈离开县里之后 生父的家电生意更加不好了 生父在家里经常被继母抱怨 一句话也不敢说 后面 继母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渠道 进了一大批非常便宜的家电 其中还包括电冰箱和电视机 这样的大家电 一开始确实赚得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 一家人用了继母卖的的电冰箱 突然爆炸了 全部被烧伤 进了医院抢救 患者的家属跑到店里和家里闹 继母和王月躲了起来 只剩下生父一个人处理 在一阵推丧中 生父被人从楼梯里退了下去 脑神经受损 彻底瘫痪了 也因为这样 那家人也不敢闹了 继母知道后 一直抱怨自己命不好 嫁给了这么个倒霉鬼老公 每天只给生父吃一顿饭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根本不理他 我们看了监控 确定是继母和王月把生父 丢在我家门口的 等我们回去想找他们的时候 邻居告诉我们 他们早就和一个男人跑了 那个男人是继母的老相好 听说还是一个家暴男 没有办法 舅舅只能负担起生父的医疗费 但他的腿是好不了了 这辈子只能坐轮椅 我们说好 等他出院 就把他送去普通的疗养院 这点钱 我们家还是出得起的 再多就没有了 也算是还了他生我的恩情 我去医院看过他一次 生父带着呼吸机 看到我来 眼神带着惊喜 伸出手想要碰我 我后退几步躲开了 我看到了他眼里的伤心和悔恨 可是我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对爸爸的爱 在他一次次默许继母虐待我的时候 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现在 无论他是真心悔过 还是博取同情 我都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我有舅舅和舅妈 已经不需要爸爸了 我现在来看他 只是想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彻底的道别 我转身离开 不再理会身后那人的泪水 以前的我是叶安安 以后的我也只会是叶安安 我会带着妈妈的姓 勇敢活下去 高考后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双一流大学 学习着自己喜欢的专业 毕业后没有进入舅舅的建筑公司 而是选择进了一家外企工作 后面我也听到过关于继母和王月的事情 听说他们被家暴男骗光了所有的钱 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次街上 我看到一个眼熟的女人正在街上乞讨 旁边躺着生病的母亲 大家都说这个女人在卖惨 妈妈都病成这样了 也不让她在家里休息 居然还带妈妈出来风吹日晒 我认出了女人是王月 而躺在地上的是她的妈妈 我没多坐停留 拿着行李箱上了出租车 今天是我准备出国旅游的日子 那么你怎么能够见到人了